由东安佛利盟市华裔市议员黄洁怡经营的 嘉南厨房台湾小吃餐馆 于上周四晚间遭窃贼砸破玻璃闯入行窃 而这已经是去年新冠疫情以来 该店第四度遭到肖小光顾 疫情以来已经这次应该是第四次 那前几次应该有两次或三次都是砸破 就是可能拿一个石头把玻璃砸破 然后再进去把拿东西 然后看看里面有没有钱还是贵重的物品 那事实上我们每天晚上就是打烊的时候 都会把现金啊这些拿走 那有时候他们有一些那种 Doordash那种iPad这样也被拿走 那这一次其实是这几次最严重的 就是连收银机 因为其实我们每天晚上也都 收银机那个抽屉其实都打开 然后让人家看到里面没有钱 那其实就变成 其实之前收银机都还留着 那这一次其实最严重的整个收银机都整个暴走 其实我们因为这个情况特别 其实刚好这一次的警铃呢都没有通知到我们 那同时我们也跟这个保全公司说 怎么会有就是警铃根本就没有响没有通知 那隔天我们早上去开门的时候 其实这个警铃还有想还需要解除这个警铃 所以可能不晓得哪边的问题 那但是我们因为那个不是就是active的scene 所以呢我们报警也是从那个non-emergency line 去去做一个报案的动作 然后呢警方也是有在继续跟我们联系 但是因为这个时间从前一天的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九点开门也蛮长的 所以呢要去追溯就是看这些camera的情况也比较困难 黄杰一表示湾区治安江河日下跟疫情和贫富差距都有关 此外加州47号提案使得窃贼有恃无恐也应该要设法取消 我觉得这是疫情以来因为其实全世界我们都看到那个贫富悬殊越来越厉害 那有的人可能没有工作或者是不同的情况造成这样的现象 那一方面我们要去怎么样长期去帮助这种让他们可以有就业的机会 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加州我们有一个条例是950块 不会被抓的这个条例呢其实也需要改掉 因为这样等于是变相的鼓励犯罪嘛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多方面的来怎么样遏止这个犯罪的行为 那让我们的社区能够更加安全 而在南湾经营金麦面包店三十多年的台湾桥委员李文雄 十月底也曾同样遭窃 他也认为近年来盗窃猖狂的主因就是加州47号法案 其实对治安的感受我接受了很多的电视媒体或广播电台 评媒媒体的访问 我对主要是最贞洁于贺锦丽副总统在加州检察长任内所推的 市值7号法案所造成的这个后果 便全加州人在做一个承担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发生这么多破窗破家破车汽车所发生的这些案件 基本上是这个法案所引申出来的 所以我是觉得最根本解决加州犯罪天堂的这个根源 罪恶深渊的是47号法案 我呼吁大家一定要来做修正或者推翻这个法案